地球如今已46亿岁,人类所经历的看似漫长的500万年与地球的年龄比起来微不足道。 看着这巨大的时间差,科学家不禁思考,人类是地球孕育的第一代智慧生命吗? 在人类出现之前,地球是否培育了其他智慧生命? 通过翻阅各类考古资料,科学家认为,虽然大多数资料中都未收录由与前代智慧生命有关的讯息,但结合多项资料来看,人类应是地球孕育的第五代智慧生物,在人类诞生之前,地球可能还培育了四代优秀的智慧生物,只是因种种原因,它们的足迹几乎完全被抹去。 为何科学家认为,在人类出现以前,地球还培育了其他智慧生命呢? 科学家表示,近日出土于日本冲绳附近的巨大玲珑塔,是十分关键的线索。 通过检测玲珑塔的材质,考古专家判定,此古塔已有一万年历史。 起初,考古人员认为,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古塔,但随着打捞工作的推进,考古专家逐渐看清了古塔的真实情况。 从结构上来看,此古塔形如大型宫殿,其内不仅包含着外观别致的房屋,还藏有一座精致的寺庙。 更有趣的是,宫殿内还存在多座与外观与金字塔十分相似的建筑物。 通过仔细对比,科学家发现,此古塔地的建造布局,与建造风格,与玛雅,建筑有一曲同工之妙。 据此,科学家初步判断,这座古塔或是母大陆的一部分,而神秘的玛雅文明,很可能也是强大的母文明的分支。 另外,科学家说道,除了日本冲绳海域,太平洋部分区域中,也出现了母建筑的身影。 在数亿年前,这些建筑货都聚集在一起,而后来,因遭遇各种自然灾害袭击,母大陆逐渐沉默与分散,成了考古人员如今看到的模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 没ись